新竹有一名通氣犯碰上了警方攔茶 拒絕配合之外還一路狂飆 當街上演警匪追逐 最後失控撞上電線桿 卡在田裡頭動彈不得 隨後車輛引擎開始竄出了火苗 警方趕緊破槍救人 場面非常的驚險 汽車駕駛一看到警方就立刻加速狂逃 沒想到下一秒 汽車撞上電線桿後半個車身滑落邊坡 卡在田邊動彈不得 左後方車輪不斷空轉 而這時汽車引擎蓋開始冒出陣陣擺煙 眼看駕駛人還卡在車內 遠景二話不說得先救人 只是這一撞駕駛一次受了傷痛的 不斷哀嚎動彈不得 眼看火苗已經從引擎蓋竄出 遠景加快破窗 把他脫出來快點 來 你快點火燒起來 在遠景協助下 駕駛跌跌撞撞爬出車窗 隨後汽車車頭就被大火吞噬 驚險車禍就出現在新竹縣 原來開車的陳姓駕駛 是一名毒品通氣犯 新京湖口鄉中山路時 轉彎沒打方向燈 引起警方注意 這才一路心虛狂飆 當街上演警匪追逐 陳姓男子系毒品通氣犯 並在其身旁散落物 當場起貨毒品安非他命 1.7公克等危禁物 嫌犯遲毒拋給警察追 最後失控撞車 仍然逃不過法網 還差點賠了命 記者徐志前新竹報道